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相关传论现在讲到正等加行当中讲法相 前面讲了173相现在我们讲91个法相 就是一个法相其实九十一个法相当中应该说是 九十一个法相五六三十应该也五个十六相 然后再加上一个十一相应该是九十一相吧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机智和道指 边指的相 相当中的指相已经讲完了 指相讲完了 那么每一个有十六相 总共有三六一四十八相 是吧 前面是吧 没错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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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讲到殊胜相 还有一个作用相 然后就是自信相 总共有这么几个四种相当中 现在讲到殊胜相 它的差别方面殊胜相 殊胜相略所本体和光速自信 还有它的要点色意 就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略所本体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有难死等别 身经 第一心经 十六刹那心 说明殊胜相 殊胜相的十六种相 是在略所当中这样讲的 有难死等别 因为我们下面讲分别 显见四地 每一地都有不同的案例 这样之后 总共有难死等 下面这个特法又不可思议 难以思维等等 这些都是特法 难以思维 难以比喻 难以衡量 难以数量等等 这些又难以思议等等 用别法 总共有十六种殊胜的智慧 就是十六种殊胜的智慧 这十六种殊胜的智慧 实际上是缘去什么呢 缘去苦疾灭到四地 苦疾灭到四地的形象 然后当他十六种智慧 愿十六种 法治法 内知内人 这样之后 总共有十六种刹那的智慧 这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对善解的不同所得到的 所证悟的十六种不同的智慧相 这叫做十六种相 也叫做 认知当十六种殊胜的大乘加行 这是在佛经当中讲到了十六种殊胜相 我们前面讲的是智相 这个是殊胜相 为什么讲殊胜相呢 前面也稍微提过 因为这里面所讲到的十六种相 实际上是超越声闻缘解乘 也就是说超越小乘 比小乘更加殊胜 所以叫十六种殊胜相 这里略说 也就是说我们下面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圣者菩萨他所证悟的这些智慧 应该是从远去四地的角度来讲超越了小乘 虽然小乘当中也有十六种相 十六刹那 但是从正无无恶的深度 广度各方面比较起来 应该是比他殊胜 因此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知道 在有些上面 因为并不是他的法有什么 但是的确也是根机不同 而且所抉择的 广度和深度不同的原因 最后开悟境界的范围也有一定的大小 这是不得不承认的 这是略说 下面讲广说的时候 分四个方面 显见苦地智慧的四种殊胜相 显见极地智慧的四种殊胜相 还有显见灭地和显见道地的分别四种殊胜相 首先讲的显见苦地智慧的四种殊胜相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不思义无等 超越诸粮殊胜 它这里 因为总共有十六种相 十六种相的时候 它分别为显对苦地的智慧 也就是说 见到显见苦地的真相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僧老死病也好 七世纪和有情世纪所说的一切的痛苦 那么显见苦地方面 实际上它这里有四种智慧 当然这个分法 我们以前也是在很多次讲过 愿苦地的时候 它有法人智慧和法智智慧 有两方面 法人智慧方面在生意当中了不可得 这个叫做不可思义的殊胜相 愿苦地的法智智慧方面 不可比喻 颂词当中讲无等 无意乱比 无可比喻的 因为虽然佛经当中圣者的这些智慧 用虚空等来比喻 但实际上它也无法真正比例它的本体 因为这种智慧是无法衡量的 所以用比喻来说明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个叫做愿法智智慧的殊胜相 第三个就是内人智慧 内人智慧就是超语 虽然我们在名言当中 圣者的这些智慧 用一些比如说对境 或者本体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 进行说明 但实际上圣者的智慧 就像虚空无法衡量一样 没有办法以我们的一种表述来 进行衡量 这是什么呢 这是内人智慧 内人智慧也是一个殊胜相 愿苦地的 第四个在愿苦地方面 内智智慧 内智智慧方面 它这里颂词当中 超越诸量数 超越诸数量 它可能从两个方面讲的 这个是不可胜数 也不可用数目来 虽然我们在名言当中 在某种程度上 对圣者的智慧 比如说也有不同的名词和数目来 进行计算或者衡量 但实际上圣者的这些智慧 无法以数目 或者以什么定数来决策 这是无法的 就像我们这种不可思议的智慧 无法以数目 或者以确定性的一个定数来进行计算 或者是衡量 这是愿苦地方面 也就是说法人法智和内人内智 这样来分的 这是愿苦地的 颂词当中不可思议 无等超越诸恒量 这样来解释 这是讲愿苦地的 然后现见极地的时候 第二个现见极地的时候 实际上也有 它这里每一个地有四个殊胜相来说明 现见极地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苦的来源实际上是极地 当圣者完全见到苦地的时候 他智慧的繁体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 有不可思议 不可比喻 不可超越恒量和超越数量 有这么一个四种相 我们通达 或者说圣者先见苦地的根源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这是极地 现见极地智慧的时候 也是同样有四种殊胜相 颂词当中讲 舍生智者了 正智诸不共同极 这样首先应该是见枯地吧 不是枯地 应该是极地吧 这个则可能做了 极地法人的智慧 实际上它能涵盖了一切圣者的声闻 缘觉 这些圣者的所有断除的障碍也好 所争得的智慧 实际上它通达极地的认知当中 能涵盖一切的 就像一个国王 虽然他没有做事情 但是他属下的大乘 一切该做的事情 他们自愿地去做一样的 般若佛们虽然没有一一地去执着 或者特意包含其他的法 但实际上当他通达之后 他所有的功德圆满 圆融的方式来已经具足了 所以说这种圣者 他通达极地内智法人的智慧当中 其他圣者的这些智慧自然而然是圆满 这叫做摄圣 然后第六个 通达极地圣者的法智智慧 刚才是法人智慧 实际上通达极地的菩萨不是反复的 他完全是作为菩萨 才能如理如舍地通达极地的相 因此叫做智者了 作为智者菩萨 他才能了知的 而其他的凡夫 或者声闻缘觉 或者其他为如道的 包括一些外道和世间人 他们都是没办法的 有时候世间人可能很想通达佛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但是你也没有去努力 没有去学习 这是非常难的 就是我们比如说 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一个牧民 他很想把所有的高等大学的这些课程 或者他们的智慧全部通达的话 可能除非是有些真正的 了不起的圣者以外 一般我们通常的规律当中 很难以见到的 可以说是罕见的 罕见的 今天有一个人 他们说有一些佛教的问题 跑到我书房里面来 然后就是说 不知道今天咋了咋 我在的话 我也讲一下 说佛教方面有一些问题要给我问 他带着一些懂汉语的喇嘛 说这个喇嘛虽然我问了一些 但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小 所以不能满足我的愿望 所以非要跟我问 我也比较忙 我说就顶个十分钟左右你问吧 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佛教好像在智慧方面有些缺陷 然后佛陀如果万能的话 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度 为什么不显现神通 能度化所有的众生 后来我也说了 佛教的这个缺陷 佛教的智慧缺陷的话 可能你和我都不能确定的吧 我看可能你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更不用说了 佛陀万能的话谁说的 我们说佛陀是变智 但是没有听说佛陀是万能 然后我就跟他变了几句 说你如果没有 我说 你看过没有这个佛陀 你懂不懂佛教 他说 我不懂 不懂的话你可能没有权利 你就不说了 好不好 他后来也比较正直 是是是 对对对 他后来说 那你认为是不是我在佛教面前 连幼儿园都没有读过我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后来我说 我这个小屋子里面 也没有像你这样的佛教一点都不懂的人来过 也没有来过像你这样的 我希望你如果对佛教方面要想了解的话 我直指《大藏经》 至少也是一两门书 还是看一下 不然你什么都没有看 特别高调的 还要判断佛教有缺陷 无缺陷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可笑 他自己也后来承认比较可笑 就走了 这个不是我说 我赢了什么的 但是当时还有几个作证的 跟他一起的也有十五个人 跟我一起倒是没有 我一直坐在小屋子里面 然后特意巧面就进来了 我也没办法不得不说 这种攻击没办法的 对吧 所以现在汉地有些寺院也是现在白天念经 晚上为了放着恐怖分子天天训练 今天这个虽然不是其他的恐怖分子 但是从行为上 不过他们也不是什么故意的 还是比较虔诚的 但是态度上和有些语气上 可能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也有这样的 对佛教不懂 但是他很想判断 而且很想佛教里面个别的一些 比如说个别人的一些行为 或者他自己断章趋语的个别的一些行为 说明自己佛教特别懂 可能只看一两本书 我今天碰到的这些人 他们也说 我看了几本书 我说你看了也没有用的 根本在这里面的内容都是没有懂 你看了内容不懂的话 你看了有什么用了 我后来还是很直接的 也没有说什么客气话 说实在对佛教一点都不懂 而且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也是开始判断 对高僧大德也好 对佛教也好 如果你懂了真正有一些缺陷和有一些事情 那你就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是一些道听徒说的 认为自己对佛教好像特别懂 那这样不是很好的 当然如果是自己真正的一些怀疑 在不同场合当中也是可以说 但是这种怀疑实际上也是可能显露自己的一种物质 有时候你看这里也讲了 说是这种智慧 刚才讲声音当中 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 这种境界只有圣者菩萨 智者菩萨所了知的 我们凡夫人的话 很多境界恐怕是没办法 但是是不是那佛教徒自己自吹自泪 我们很多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自己这样说呢 实际上是不是的 如果你真诚有时间 有机会 有这方面的因缘 你也可以不断地去修习 我们这里也是有很多的知识分子 没有一个说 在佛教当中学着学着 最后好像是他就没什么学徒了 对佛教徒全部都进行辩论 全部都疏了 他就赢了 就走了 没有这样的 不管是从世间的学问再怎么搞的话 最后我们的智慧真的跟不上 包括《波罗经》也好 《英明论》也好 很多方面 国内外很多世间的这些知识 他们现在学着学着 最后确实是这个地方 还是很有甚深的这些道理 释迦牟尼佛所先讲的这些真理 并不是佛教徒自己讲讲而已 也并不是个别宗教所说的那样 完全是一块一种信仰 我们的教主这样说的 你必须这样说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你会受到惩罚 我们并不是这样威胁 或者吓唬别人的 而是真正用自己的智慧去了解 在这个时候 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 就是一地菩萨 或者声闻缘觉的这种境界 但是我们沿着这一条罗座 百分之百有信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一无所知的 到现在少许了知的整个经程当中 还是非常顺利的 而且每一步都有一些收获的 并不是我以前好像有一些境界 后来因为我的智慧太超越了 所以好像佛教的这个境界 跟不上我的智慧 恐怕在人类历史上 没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佛教的有些修学 特别希望 大家至少也是佛教里面 基本的有些十几本书 二十几本书 你看完了以后 你再回顾看看你人身的智慧 就是你自己的人身智慧 前辈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 他们所觉得的这个路是正确与佛 就可以衡量自己 这并不是因为 我们曾经也讲过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 所以我们必须遵循佛教 那这不是佛教最公正的一个态度 这样的话 这是一种完全自私自利的贪心 因为我是佛教徒 我不管是信任还是不信心 我要维护你 我要保护你 那这种观点 实际上是不符合真理的 因此大家应该要知道 他这里也讲了 智者菩萨所了知 不供 这个内人智慧实际上也是圣者 他所了解的基地的内人智慧声闻和缘觉 还有其他的世间人根本没办法了知的 所以他不供的一个特法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智慧的确也是 我们其他的圣者声闻缘觉 他们都没有的话 那更何况说是我们 因此我们可以说像文殊菩萨相续当中的内人智慧 我们一般凡夫人就没办法走迹 所以有些时候显现上 比如说佛经里面讲文殊菩萨拿着宝剑 然后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 释迦牟尼佛说我已经死了 完全都已经死完了 你放下来 这句话世间人一般都是很难以通达的 但是作为圣者的有物当中 他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知道是圆觉不公 声闻缘觉不公 这叫做刚才诸不公 他的第八个叫做内智智慧 那么内智智慧 菩萨的内智智慧 也就是说他跟小乘也是声闻缘觉不同的 因为声闻缘觉经过很长时间以后 积累资粮等等慢慢才证悟的 而大乘的智慧因缘具足的时候 很快的时间当中通达 非常迅速的 所以叫做通缉 非常迅速 那么这四个是现见极敌的时候的殊胜相 下面讲现见灭敌也同样有智慧的殊胜相 颂词当中讲 无增见 修行及增心所缘 首先讲到第九个灭敌 法人智慧 实际上他证悟生意当中无增 这个功德没有什么增上的 而世俗当中没有什么减损 没有减少的 不增不见吧 我们表面上看来是不是好像生意当中通达 什么增上功德等等 世俗当中很多贪嗔痴的这些过失要不要见下去呢 这些也是没有的 不增不见 这也是一个殊胜相 在灭敌当中的法治智慧其实修六度万行 以六波罗密度为主的一切这样的法 在生意当中入虚空般的空行 而世俗当中持戒 布施 安忍等等 那么一无一失地修持 不多两面的方式来修持 那么这个也是什么呢 这是菩萨才有的 其他的宗派都没有的 这个叫做法治智慧的殊胜相 然后劣治智慧的殊胜相通过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就是在许多戒当中不断地修行 最后获得大菩提成就的 这么一个殊胜相 然后第十二个 内智智慧相 列智智慧相实际上无分别缘去一切法 实际上是不舍弃薄弱 而在世俗当中 精进地 不断地修行 有一些比喻 比如说在大海里面 毁坏船只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人不管是抓的什么东西 不可搞的 同样的道理 在般若父母的境界当中 所有的一切法 虽然在世俗当中你去缘去它 执著它 但实际当中都是不可靠的 都是靠不住的 都是无所得的 那这里说是缘一切 也就是说所缘 这些所缘显现上你去可以尽情 你去可以缘去 但实际上也是得不到的 这是什么呢 灭地智慧现前的时候 有四种这样的殊胜相 下面是现见道地智慧的时候 也是有四种相 与所依一切 并色所 极无为当之十六殊胜心 他这里讲到 下面第十三个就开始讲道地 现见道地的时候 也同样的有法人和法智 内人和内智 有四种智慧的不同的刹那相 那这样的话 首先是法人智慧 他的所依 与所依 与小乘不同的菩提心 他的本体与法界空性 无二无别的 这就是他的所依 我们任何一个人 也是行持善法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种他的如来藏也好 菩提心也好 心的所依 这个心的所依没有的话 那就无法修行 与法界无二无别的所依 这是第一个法人的殊胜相 第十四个是法智的殊胜相 实际上它具足了 持戒和布施持戒等 六波罗蜜多的 一切的道相 他这里说 一切 因此作为圣者菩萨 它并不是舍弃我们的六度 我们现在有些学般若的人 学《金刚经》的人 经常想不用守戒律 不用果物布施 不用修安忍 不用精进 不用禅定 一切都是空性的 用一切空性的词来全部抹杀掉的话 这是不符合佛教的 般若经典的种子 或者他的教义 因为我们讲到了 在这里已经当道地 现见道地的时候 这个圣者菩萨 我们现在凡夫的时候 还没有现见道地 现见道地的这些圣者 留波罗蜜多的一切道相都没有舍弃 在圣医当中 他完全超越我们了知 一切都是空性的 但是在四数当中 他们也是 留波罗蜜多还是继续行持 因此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 学宗观的人有时候经常也是 因为自己不想做善法的时候 经常用空性词来 开始抹杀 其他四数的善根 然后在汉传佛教当中学禅宗 或者学天台宗的有些个别人 他在禅定 或者他在修行过程当中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 所以平时有些修行人 他们经常不做善法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烧香也好 拜佛也好 世俗的善根 就是世俗的善根 像藏传佛教里面的很多大德 天天都是拿着念咒 他指甲上有一个痕迹 可能你们没有注意 很多堪布 包括有些老乡 修行人 他因为一辈子念了好几个亿 或者好几千万 这样他每天都是用大拇指 他的指甲又跟念珠的线 经常一直摸的 最后相当于有一个 这样的 但这些说明什么呢 这些说明平时在生活当中 有一些六度的行持 他这里具备 具足什么呢 波罗蜜多的一切道相 颂词当中也讲了 颂词当中说是一切 讲道地相的时候 说是一切 那一切是比声闻缘觉还殊胜的 菩萨留波罗 留波罗蜜多的话 你看持戒 布施 安忍 所有的这些都在行持 因此我们行持善法的时候 大家以后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也是应该劝大家 不要比较好听的 一切都是空性的 一切都是理解的 一切都是虚妄的 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等等 以这样的词 现在很多人 佛教里面个别的词断章取悦 就是佛教是万能的 佛是什么什么 这样还是断除很多的善根 这里一定要懂的 第十五个是内人智慧 内人智慧需要内外的色素 善知识色素 内善知识是什么呢 就是大悲心 修空性 还有菩提心等等 还有正知 正念 我们经常内在的色素 内在的善知识 内在的善知识要 我们前面《现观照论》当中 也不是前面已经讲了 内外善知识 内外色素 内在的善知识是依靠自己 你不可能每天都是一个上师 天天都是盯着你 也不可能的 人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善知识不行的 需要善知识 但是善知识对你 直到一段时间以后 你应该自给自利 不可能永远都是不毕业的 一直讲办 现在国家也不准讲办 一些成绩再不好的 六年以后你必须让他毕业 以前十几年都是有好多成绩不好的人 今年四年节又要讲办 又要讲办 又要讲下来 但这样就不行的 现在教育法当中 新规定的教育法里面也是不行的 你不管怎么样 愿意还是不愿意 你年龄过了 你也毕业的 同样的 我们善知识是永远都是 一个上师 一个法师来盯着你也是不可能的 我经常也用过很多字 法王如意宝在江玛求学是六年了 但他六年当中所学到的知识 上师的这些教言 一辈子都是用不完的 用之不尽的 每次都是有新的教言 当时上师什么什么时候说过什么 当时上师讲什么什么的时候讲过什么教言 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内善知识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需要外善知识 外善知识就是他这里讲的 具足法相的上师 刚开始没有的话 我们的确也是很多行为 没有上师的教导 没有他佛法的开导 当然作为外上师 像米拉日班那样 除了特殊的上师 他个别的一些行为 他的一些言行 举止来让弟子当下开悟 但米拉日班最后也是说过 马尔巴罗赞说 像你这样的弟子也是以后很难的 像我这样的上师也很难的 以后你摄受弟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 我对你的态度那样 你也去消防我 不要这样 从此之后米拉日班也没有按 马尔巴罗赞上师的传统 所以我也希望 现在各个地方很多上师 一只上师的人都是比较多的 但是一只上师弟子之间 最根本的缘起就是佛法 并不是因为你对上师 供养了多少多少 所以就变成了你的上师 因为你对他进行按摩 或者进行熬中药 当然以这个缘起作为 我遇到过一个人 他说 他跟他的上师缘分很好 我说 为什么 他给他熬了六年的中药 所以很好的 我说上师传法了没有 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 开始取舍因果没有 这倒是没有 但实际上师特别慈悲 所以缘起重要 这样不知道 这叫不叫舍受 外善知识 这是第一 内人智慧 第十六个叫做内智智慧 也就是说 无有享受自私自利的 声闻缘觉的心态 或者是食之 食有的执著 那么这样食受的味道都没有 它这样完全是通达空性和无恶的智慧 就是无恶的智慧 所以叫做无有无畏 以上所讲到的这十六种形象 我们应该知道 它叫做殊胜法相 也就是十六种形象 它本身下面可能还会讲的 比之舍要 由此生于道 故名殊胜道 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十六种差别 实际上这十六种差别 都是正能加行当中所讲到的道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声闻缘觉当中 虽然也有这样的十六种形象 但是这种形象完全都是 已经超越了声闻缘觉的其他的道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称之为 它是大乘不共的十六种殊胜像 大乘不共的十六种殊 殊胜像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智像实际上是对精和由精的方式来 蓝色和蓝色的形象 这两个方式来说明 表示的 这个是什么样的表示呢 其实这个殊胜像是正等加行 它自己的本体来说明的 也就是说我们从世间当中来讲 比如说大腹 我们音名当中讲大腹的法相来说明什么呢 这个瓶子因为瓶子本身 它的本质上有里面可以装水的这样的一种大腹 它用他的法相来可以安立为瓶子 同样的道理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殊胜像 实际上导智 寄智 寄智 编智 善智的形象完全超越了声闻缘觉的道 因此他自己特有的智慧的形象来说明自己 也就是说他自己本体的法相来说明自己 就像瓶子的一个特点来说明瓶子的本身一样 那么我们这里殊胜的像 超越声闻缘觉的这么一个特点来说明他的像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个别的一些 比如说印度的有些论师说善智当中的 比如说 寄智不具足殊胜像为什么呢 因为寄智它本身是说明声闻缘觉的一种智慧 小乘的一种智慧 那这样的话寄智可能没有殊胜像 道智和鞭智才有殊胜像 但是很多我们奔传上师都不承认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机制 它这里所舍弃的机制和所接受的 所取的机制有两种 所取的菩萨显正的机制当中 实际上它也完全具足超越声闻缘觉的 这样的一种智慧 因此它可以说明这里的机制 应该说是这里的法相也好 殊胜像是具足善智 因为我们前面也是可以这样安立的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殊胜像 那么下面我们讲的第三个 前面智相已经讲完了 智相有四十八个吧 这个有十六个 下面就是作用相 作用相分为即知加行的作用相 道智加行的作用相 还有边智加行的作用相 它的实义分四个方面 其实这个作用相有十一个 其中七智加行的作用相有三个 道智加行的作用相好像有七个 边智加行的作用相有一个 有一个 今天我们把作用相讲完了以后 应该算可以了 道智加行 即知加行的作用相 我们前面说过 什么是作用相呢 作用相和智相两个稍微有一点不同 作用相主要是菩萨的方便 或者是指挥 侧重点是智慧方面的 然后智相 菩萨的主要是智慧方面讲的 然后殊胜相超越小场 它中间有个稍微不同的一个半体 除此之外 一般的这些法相都是比较相同的 导致的 七智的作用相 实际上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作利乐吉派 我们讲即知的作用相的时候 用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利 乐 还有酒吧 这三个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让这些众生安置在未来获得利益的 比如说即生当中实在是你没办法让他快乐的话 那么利益他将来 他的来世当中暂时获得人天的福报 然后究竟获得声闻或者主要是声闻的果报 这叫做利益 在颂词当中讲的利 这就是一个作用相 这是一个机智方面的作用相 因为机智的话 我们知道云界处都属于机智所证悟的法 机智声闻而声闻 怨诀 菩萨他们要获得这种果位 那你对机法方面的一切想必须通达证悟 否则你无法现前 这样首先讲的什么是利乐呢 什么是利益呢 也就是说让这些有缘的众生 让他的来世安置于暂时的人天福报 究竟无语地像舍利子和目犍连那样 或者以其他声闻的果位那样 这叫做第一个利乐 第二个乐是什么样呢 就是让这些有缘的众生在即生当中安住 安置于远离身体和心情各种各样的痛苦 而获得当下的怨诀的果位 十二缘起进行修制 获得了怨诀的果位 当然暂时让他们身心得到 离开一切的痛苦 究竟获得了怨诀的果位 这是今生当中安置 安置于这样的果位叫做乐 前面讲的是来世的利 今生的乐 我们经常说利乐有情 我们经常说我要度化众生利乐有情 利乐有情的话利是指的侧众 当然每一个地方的这些词都不同的用法 但是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讲 这里这个击巴怎么讲呢 就是让这些众生在究竟果位上不住轮回的边 也不住涅槃的边 真正远离一切世间当中的痛苦 最后获得了菩萨的果位 那么从轮回的大海当中完全都是超越 而且真正苦海当中 九八处来获得了菩萨的果位 这叫做最后一个作用相 这三个置于极致方面的三种作用相 然后导致方面的作用相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智慧方面的作用相 还有方便方面的作用相 那么智慧方面的作用相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诸人皈依处 诸处极有君 诸如 讲这几个 这个总共有四个作用相 这个刚才也讲了 虽然是大悲为主的 但是他大悲当中实际上也有智慧的作用相 意思就是说 依靠智慧的力量断除该断的一切障碍 现前改现正的一切智慧 这个是作用相的基本要求 首先第四个也好 智慧的作用相当中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他这里诸人皈依处也就是说 通过无恶的智慧断除在人间生老死病的 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些痛苦 这样的话 这些人需要有一个 究竟获得无恶境界的一个皈依处 这个皈依处是什么呢 就是依靠智慧来断除 断除而现前生者的智慧 所以叫做主人皈依处 也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这样的运营众生 暂时依靠我们皈依三宝 皈依真理等等 但实际上让他们完全是断除了所有的痛苦 才是真正的皈依处就这样的 所以第四个叫做皈依处的作用 然后第五个 因为我们要断除痛苦的话 其实它根本的因 业和烦恼要断除 业和烦恼断除的话 实际上让众生真正安置于快乐的地 这叫做主处 主处的话 实际上众生皈依 众生真正痛苦要断除的话 你不可能痛苦直接断 佛也没办法的 现在我们很多众生 现前痛苦的时候 你要断除他的痛苦 都没办法的 你前世已经造了 过得已经成熟了 那怎么样也是 除非我们可能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病人加持 这个有没有用呢 是用的 但是你前世的一些没办法 利转的一些业 成熟之后那就没办法的 要是否出现的话 有些真的要 宿命已经断了的 尤其是前世的杀生 成熟的这些过 就没办法的 那我们是不是三宝没有什么力量呢 也并不是 它是有暂时的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外缘 邪魔外道 所危害的等等 就像有些药也是一样的 所以三宝的力量跟药的力量 我们一定要很多方面对应 否则我们现在的人 要么一切都是以三宝的加持 一定会是 有些佛教徒也是说得太绝对了 上师加持你没问题 你一定会受怕财的 上师加持你的病一定会是好的 有些佛教徒可能理论不精通吧 说话过程当中 那你一定是 这都是什么 众生的真正业力 现前非常厉害的话 这个上师再这么厉害的话 一定不会离开痛苦的 没办法的 但是那是不是永远也是没有能力来一业 不是 因此我们佛教徒以后 经常对别人说话的时候 也要一种善巧方表 学过因明的人应该不会的 但是没有学过因明 没有辩论过的 有时候是 要么说 你没有用 没有用 加持也没有用 磕头也没有用 这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也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看病的话 任何一个比较有一定的经验 临床经验的医生 他给你开道的时候 他也不会说是 按理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你还是自己签字 所以这也是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一个必须值得学习的 那现在这里就是讲主处 实际上主处就是众生安慰之处 断除他的苦因的作用 这个是作用相里面这样讲的 然后第六个就证悟了轮回和涅槃 无二无别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 我们在轮回当中最好的朋友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真正证悟 等性无二或者空性的话 这是轮回当中最好的朋友 我们世间的人经常会变的 但是我有这样的境界的话 无论到哪里去 等经无二的 我们密法说是等经无二的 仙观里面讲的是等性的 这样的 这叫做有菌的作用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证悟了一切万法的 都是自性 空性的意义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叫海盗 我们轮回当中 疲劳的这些众生到了中间的时候 大海当中有宝珠的话 可以在那里修起 所以他就祈祷这样主导的作用 这个叫做智慧方面的四个作用相 下面是方便方面的四个作用相 即道士并仁云所作 不证善成果 这方面有三个相 第一个因为菩萨依靠悲心的力量 他会度化众生 而且度化众生也并不是需要 依靠一种条件 你给我供养什么什么 我才可以给你传法 或者我才可以给你灌顶 因为他的悲心特别切的话 只要看到的确是因缘具足的 这些可怜众生的时候 他一定会用无恶的智慧 或者用暂时仁天的理念来进行对他引导 这个也是一个引导作用 因为他方便大悲 度化众生的 引导作用 其实现在这个世间特别需要引导的作用 大家都不要认为我可能懂佛教 别人也懂 不能这么想 因为我们周围的人群 其实对很多佛教的基本道理他们都不懂 有些我们跟他说了 他不一定起到作用 但有些没有说 他不起作用 说了以后 他还是会起到作用 所以我们当前的很多佛教徒 包括有些出家人 有些法师 以前有悲心的 其他人的一些引导来 别人说你这样学佛很好的 我都学佛了 很不错的 自己去尝一尝 结果真的已经上瘾了 最后已经获得了这方面的成就 快乐 这也是应该说 非常感恩有缘的众生 这是第八个 第九个实际上是 成办利益有情的方式作为这些菩萨 他是以一种人影自称 并不是特别轻作的 每天都是很辛苦的 满头大汗 然后又要发脾气 又要商量 又要痛快 像我有时候是想帮助一些众生 能利益的话 经常请坐的 非常的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肉体 然后来开会 亲自到那里去 这个发心 这个发心 如果我是一个菩萨 好好地坐在这里 不用天天地去俊作 自然而然的很多事业人缘而成 不是我们拼命地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痛苦 不是这样的 所以菩萨到一定的时候 利益众生的事业人缘当中 无情当中 第十个不正三成果 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精神快乐 乃世快乐 因为菩萨完全舍弃了 自私自利的 如毒药般的心 那这样的话 完全是利他的 而如果是自利的话 深闻愿解菩萨的果 也是不愿意宣证的 这个叫做 完全是一种利他的作用相 这是第十个 最后一个呢 最后作所义 实际上是 佛陀人缘自成的利他的事业 跟菩萨也不同的 菩萨毕竟还是 也有一些小的轻作 而菩萨毕童的人缘自成 实际上他是有一种普遍 横长 人缘 他有三种特点吧 我们《相关中央论》的最后一并当中也会讲的 所以他的利他事业 完全是依靠一种人缘自成 而且人缘自成的利他 主要是转法轮的方式来 因为他转法轮实际上是真正利益众生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转法轮 这一点可能以后很多佛友 利益众生的方法都是很多的 但是最高的 最究竟的 跟这些成立在 无明于此黑暗当中的众生 给他们开启智慧 增开智慧的眼 引导取舍 这样之后 他们如果懂得取舍 即生当中兴善断恶的话 那对他的未来乃至生生世世 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帮助和利益 因此我们主要是 以转法轮的方式来利益众生 当然转法轮需要 也有很多的外缘 比如说要建立一个佛学院 实际上这需要很多的外缘 我们听一堂课 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外缘 如果没有外缘 一切都是自然而成 这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为了听受佛法 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 自己要发愿 可以付出一切 无论是自己听受佛法也好 或者让别人进入这样的境界 这是大家一定要 非常值得努力的 因此我刚才也讲了 哪怕是天天你即使听得不是特别懂 是懂非懂的 不懂说好像是懂 懂说了讲完了以后 忘完了 基本上已经还给 法成论师也是说过 波浪毁入大海一样 这个智慧融入智慧 意思就是说 因为法成论师的因明非常甚深的 很多的智慧还是融入上师 不能自己获得 也有这种说法 即使如果有这样的话 我们今生当中 还是对接上大乘佛法 尤其是对般若法门 哪怕是听一堂课的功德 乃至生生世世应该说 所有的行为当中是最有意义的 我只是发自内心觉得 一天我有因缘讲一堂课的话 我还是很有福报的 我有一天听一堂课 哪怕是有些以前上师的广盘 看一些法本 今天在一个小时当中还是在薄弱智慧当中度过的 我们现在这么复杂的人群的思想当中 这是最有意义的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的 有些人觉得 这个没有意义 一边吃瓜子 一边看电视 才最有意义的 那这样想 你就吃你的瓜子 好不好 刺激作用相 也就是说 上面所讲到的这十一种 善知的作用 实际上是从本体方面来讲的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了 主要是作用方面来安立的 比如说一个乘之方量的作用来表示柱子 柱子的法相是什么呢 乘之方量的食物就是柱子 柱子它的主要是作用方面来讲的 我们前面讲的十一种相 实际上是智慧和大悲的作用 来说明正等加行的部分内容 因此我们前面也知道 有些是对境和有境之间的法相来安立的 有些是本体方面来安立的 有些是作用方面来安立的 这都是按照音明当中 对食物的法相和名相之间的互相辨别或者表示 都是非常合理的因此菩萨正等加行的修行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我们说明佛菩萨的智慧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咱们说明佛菩萨的体面 求您 Christian 习今年的所在 王子宾遭什么呢 请你朋友 要求你爸爸 为 王子宍和摩佳 好像也没有对象 在柱子宇宙上就是了 王子宇宙的ő蓬奘 王子宇宙是一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